开始之前还请各位老铁都能给这期内容点个赞 谢谢支持 2022年绝大多数医院的日子都是不好过的 不论眼科的艾尔还是牙科的通测 还是医美的华函 他们2022年的成绩相比以往正常年份都要难看许多 没开大医院只做小诊所的孤生堂 是这样描述疫情造成的影响 报告期内 我们医疗服务网络内的30家线下医疗机构 平均停业约31天 这样的背景下做临床服务的Curl业绩自然就不会太好看 好比耀明康德 其Voxy Testing板块中与人体临床相关的Curl与SMO整体就只增长了6.4% 比起之前自然是大大失速了 按耀明之前投资者交流的说法 疫情对临床Curl的影响是最直接且难以挽回的 一方面临床试验进度难以追回 另一方面受试者脱落率提升 需要重新招募 2022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全国有近一半的医院都无法接受CRA和CRC的方式 可就是这样的背景下 泰格医药全年实现营业收入70.85亿元 同比增长35.91% 扣非后归母境利润15.40亿元 同比增长25.01% 同耀明康德一样 最受疫情影响的临床试验业务 也仍然实现41.25亿营收 同比2021年增长了37.8% 只是毛利掉了7个多点 但也比药名康隆多 包含方达控股在内的临床试验相关服务 及实验室服务 一些树桶业务及药物 在实验室内的测试和分析 实现营收28.76亿 同比增长31.12% 毛利还上涨了0.28个百分点 确实有点强 我们看泰格德在首项目数 也是逐年甚至逐半年增加的 除了临床4期项目数量 有少量下降药物上市后 追踪真实世界的药物使用情况数据 这个一般都比较少 其余都是上涨的 整个2022年 即便在全球融资金额放缓 国内疫情严重的大背景下 泰格德新增订单金额 依然闯了历史新高达96.73亿 截至年底 在首位执行订单金额达137.86亿 同比增长20.9% 按其2022年的营收 差不多需要两年才能做完 就目前这个在首订单情况而言 至少今年的增长是无忧的 而今年没有疫情了 没有封控了 不出意外 公司的订单增速 只会比之前更好 简单说了下泰格 我们来看看泰格德子公司 方达控股 在之前康龙化成的文章中 所长有讲 康龙在产业内被称小耀明 是最能像耀明一样 打通端道端一体化服务的 除了康龙之外 最有希望实现端道端的 就属泰格 而泰格的端道端重任 主要靠子公司方达实现 2022年 方达全年实现 营收2.5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7.5亿 按汇率1比7粗略计算 同比增长35.8% 归母镜利润259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1.81亿 同比增长37.0% 经调整净利 剔除股权激励 及并购摊销等影响 362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2.53亿 同比增长12.4% 至于为什么经调整净利润 大幅跑速营收 道理和康隆化成类似 这里就不复述了 大家可以一步 看一下康隆化成的年报分析文章 方达是一家创立于美国 靠生物分析起家 生物分析在美国处于前三名的科欧 2005年进入中国 2019年上市 至今已经初步搭建成端道端一体化服务 从药物筛选 药物安全性评价的实验室 不误到至即开发的 CMC 其实就是CDMO药物生产 只不过还不具备 大规模生产药物的能力 也就是临床三期及商业化订单 暂时无法满足 都有涵盖 如今 方达正在建设4.6万平方英尺的 后期临床试验大批量生产基地 预计会在2024Q1前完成 等这个生产基地投产后 就基本可以认为 方达加泰格 已经可以初步实现 药物研发生产的端道端一体化服务 在之前康龙化成药明希的文章中 左长有讲 不想做端道端一体化的 CXO不是好的 CXO 而且 在未来能效到最后的大CXO 一定是一体化 CXO 毕竟 下游创新药产业链本质 是去中心化的 整个创新药产业链数量最庞大 最有活力 代表着创新和未来的是 只有Idea核钱的小BioTech 这些小BioTech 由于啥也没有 只能寻求一体化CXO的帮助 相应企业一旦选定了合作的CXO 后续几乎就不太可能更换 即便是被大药企并购 也不太可能更换 所以不做一体化的CXO 后期很可能会被弯道超车 药明生物从默默无闻 到如今的全球第二 靠的就是端到端一体化的能力 曾经服务的客户都长大了 自然自己也就跟着长大了 一方面背靠泰格 和泰格有一定的协同效应 一方面是方达自己本就很出色 尤其是其中美两国 同一质量体系的解决方案 对海外想进军中国 或想去海外上市的客户 非常具备吸引力 因此其在手订单金额增长 一直非常强劲 截至2022年底 方达拥有在手订单3.418亿美元 同比增长41.4% 这已经是连续四年 实现超40%的增长 按其在手订单的情况 不说远了 至少今年的业绩 是非常有保障的 不想做一体化的 CXO不是好CXO 不好好做投资的 CXO也不是好CXO 在之前价值事务所MAX 盘点康文化成 对外投资的文章中 所长有讲 CXO作为医药行业的卖水人 天生对行业更敏感 由他们参与投资 胜率会远超专业的 医疗投资机构 此外 还可以利用自己股东的身份 提前锁定企业未来的 CXO订单 通过早期投资 保持对行业 对前沿技术的灵敏度 因此 一个有追求的 CXO应当好好做投资 不论康文化成 还是凯莱英 在这方面 都有点后知后觉 投资做得最好的 莫过于耀明和泰格 毫不夸张地说 泰格的投资版图 几乎涵盖了 国内生物科技行业的未来 截至2022年底 泰格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 已经低近100亿 而且多年来 投资从未亏损过 2022年 也只是因为医药行业大雄士 短暂有所回撤 也只是少挣了点而已 也许再给泰格一点时间 他就成为医药圈的腾讯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